看到真的是氣死人了 巴西蛋之亂 現在是亂上加亂 那麼先來看到 這是台農蛋瓶董作圖萬財 在9月12號的時候 他拍了影片道歉 他說這個物標孝齊 農業部代轉 這是農業部的說法 代轉道歉影片 隔一天 9月13號的時候 圖萬財喊冤 他說這影片我是被逼的 是農業部要我單下來 到了昨天9月14號 更新的發展是 圖萬財改口了 修正了 縮回去了 他說沒有被逼 是農業部給建議 他說農業部是說 就下架來跟消費者說對不起 並不是說他叫我這樣做 那是一個建議 好想說到底是怎樣 會突然之間 這個養雞大王突然改口 是因為中央地方都在追殺嗎 來看到刀雄是否開罰 而且一日連發三篇新聞稿 就說趕快出面配合調查 不來的話就罰到你來為止 一日連發三篇 那還有另外一方面的是 關於圖萬財講說當時在11號的衛生局人員 來他這邊稽查 包括他審問他長達9個小時 這個部分也被高雄市衛生局打臉了 所以換句話說兩個 一個說他們嚴正聲明說 沒有像媒體所報導說什麼審問圖案 才長達9個小時在11號這一天 第二個不斷的罰錢 這個因為13號的時候 台農並沒有依衛生局通知前來說明 所以違反了實安法47條 可以罰3萬到300萬元 所以衛生局直接開罰了30萬 而且料狠話 如果台農再不來說明 不來一次罰一次罰到你來為止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是黑道行徑是不是 是兵哥 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好講了 就是現在包括剛剛徐甫講的那個 為什麼這些公司會突然間轉變 那為什麼台農這個圖案才 人家也80多歲 也是看過很多江湖的 為什麼一改再改三改 其實很簡單嘛 昨天高雄市衛生局已經做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 他你沒聽到看到高雄市衛生局怎麼講 他說我要罰到他 你來為止 對罰到你來為止 一次30萬 其實不是我幫他翻譯一下 怎麼樣 他真正講的是我罰到你閉嘴為止 是這個意思 就這個意思啊 非常明顯我相信四人都知道 所以圖案才知道趕快 趕快再幫 面農業幣粉絲太平啊 對啊 那不然怎麼辦 但是我必須跟圖老闆講 圖老闆你錯 你要嘛就是從頭到尾悶聲大發財 趕快就是反正一切錯都在我身上 我扛起來這樣就被罰一點小錢 就沒事了 不會這樣喔 到最後所有的都是你背 我跟你保證 因為你看光是 他其實只是一個負責洗選蛋的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結果呢現在這個蛋到底有沒有上蠟 現在好像有人灌在他頭上 然後呢說都是他在鬼扯 都是他在說謊 然後那個沒有標效期 現在也變成他的事 對 欸講實在話 你來了一堆蛋 我怎麼知道你的效期到底 對啊 誰曉得 這照理來講應該是農業部的人要告知 至少中央續產會的人要跟這個 因為你把蛋提供給廠商嘛 但是你到底中央續產會到底有沒有講 你有沒有告訴他他在巴西 我不是講他什麼時候進到巴西港喔 巴西的港口 而是在巴西來養雞場什麼時候生下來的 什麼時候下蛋的 沒有人知道 到最後一次農業部也不講啊 那個效期都在農業部手上啊 他們說是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 我跟你講 我現在最擔心的一點是什麼你知道 其實農業部也不知道 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農業部根本不care這件事啊 對 我覺得有可能 對啊 所以你一堆人去問他就不給你答 我就覺得最好笑的就是 連台中市政府盧秀燕直接發言去問 問說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些資料給我們 欸不給欸 不是不給就算 正常不給會怎麼不給你知道 說這個牽涉到這個文書業務機密啊 或是牽涉到私人的資訊啊 我們不方便提供啊 什麼商業領域什麼什麼 會找一堆這種冠冕堂皇理由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我們農業部的回答是不方便 就只有不方便啊 對啊 不方便是什麼意思啊 不方便是什麼 欸公文往來不方便這種東西 我第一次聽說過請問一下 那個曉惠議員 你平常你去各單位要這個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不方便 不會 這也不是什麼公文用語 好 我也做點補充好了 因為之前剛好有巴西外交官的 這個自禁的事件 所以剛好我也跟巴西 就是一些民間單位有一些接觸 台灣很關心 巴西的僑胞也會提供很多資料給我說 你們台灣的農業部是怎麼回事 就像您講的這很好查 官網上都有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巴西有一個叫做ABPA 那這個單位就是巴西動物蛋白協會 那麼他們在官網上 隨時會公佈一些最新的狀況 裡面都很慶功啊 這個我查的前次是說 他五月份的時候 巴西雞蛋的出口 因為他最多就是給日本台灣 慶功宴 去年五月的時候 就前一年的時候 他是出口了434.6噸 那可是這個在今年才今年而已 他出口的量多了6倍 6倍 多了6倍 所以這資料都有 我們台灣就是大功得主 那你今天農業部可以去談一下 這個蛋可不可以賣我們便宜一點 你什麼都沒有做 那我基本上要了解 現在蛋的來源健不健康 出產地在哪 他們的股價漲好幾倍 這些資料你們怎麼 農業部都不給人民交代呢 我現在就提供給你嘛 裡面還講到了就是說 這個 這個今年的5月 我最後的一筆資料 在上面清清楚楚的寫的是 2023年7月19號 這些資料都可以看得到 這些資料都可以看得到 一個ABPA的一個協會 他這些資料 你今天我們農業部都不知道嗎 然後你看看這幾天這些新聞 笑死人了對不對 然後台農也在那邊解釋 這個蛋怎麼樣那個蛋怎麼樣 我拜託農業部你自己不會去查 我們今天台灣人提供了好多好多的 這個這個財源給巴西嘛對不對 你好歹巴西也有我們住台灣的辦事處 你怎麼會資料沒有 我們今天台灣人民吃了那麼多的巴西蛋 好歹要健康 你做了什麼什麼都沒做啊 最低階的要求就是要健康嘛 就是要健康 健康也不給我們 然後人家這裡面有5家提供台灣蛋商的 這個最大公司 股票都翻倍 都翻倍耶 然後你們告訴我說 這個是秘密 你不能給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股價翻倍嗎 因為他們很久沒有遇到這麼盤的國家 真的 真的 股價你看看 都翻倍啊 是啊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就說這個我們真的是大金主 那好歹我們可不可以要求一份健康呢 對不對 難道連個健康就要不到嗎 我覺得真的很像那時候買疫苗 也是你謀財就算 你不要害命嘛 就是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都很好認可 你不可以讓你推薦 我可不可以讓你的 不可以讓你推薦 我感動了 你不可以餵 你不可以讓你